不到一万的身影,并且大部分都有伤势,面对的则是数十万的太虚战士,数量当然不是成败的关键,而是他们已经不知道已经面对过了多少,这些太虚战士如同浪潮一般,一波接着一波,就算再强大的堤坝,也经不起洪水不断的冲刷。 若是放眼望去,这颗星辰上的画面,足以震撼每一个来此之人。 河水本清无色,现在却是鲜红色,树叶本是绿色,乌衣例外全部染红,花草树木,世间一切,仿佛都变成了红色,即便从外去看这颗星辰,都近乎变成了红色,而原本这颗星辰,生机盎然,五彩之色。 这些红色,全部都是鲜血,是神兮战士们的血,同样也是无数太虚战士的血。 尸体无处不在,残枝断壁四处都是,腥臭和腐烂,充斥着整个空气。 这颗星辰上的所有战士,近乎战死,在山脉峡谷中艰难战起的,已经是浩渺星最后所剩的战士了。 他们是勇士,面对侵略没有退缩,而是侵权星之力,与其抗衡致辞。 兄弟们,随我一起杀。 为首的男子,身着已是损坏的铠甲,手中凝现一把布满血迹的大刀,其上光芒涌动,但身上散出来的波动,已是强弩之末。 可眼中却没有任何退缩之意,即便如今,已经退无可退,但无谓也是一种精神。 是! 站起来的人不到一万,但声音却是无比洪亮,响彻这峡谷之中。 杀呀! 太须大军压迫而来,所有人怒吼一声,便是疯狂地冲了上去。 为首的男子,脚掌猛地一踏,脚下的地面凹陷大片,身形如同炮弹一般爆射而出,挥起大刀,便开始了厮杀。 而太须战士蜂拥而上,直接将其包围,他们甚至不管身,旁死了多少同伴,不断地冲杀。 手持各种武器,尽管其力量不强,可成千上万,数量极多的情况下,以这样的方式,迟早都能把他们力量耗尽,最终死于乱刀之下,甚至留不下全尸。 太须拿一千换一个,甚至拿一万换一个,他们也是有足够的资本。 毕竟有磅礴资源的支撑下,可以御御出无数的太须战士,战死的太须战士,没有灵魂,不过只是屈翘而已。 大部分的太须战士陨落后,虚神铠甲基本都没有被损坏,从而太须就可以重新回收,继续制造太须战士。 而他们真正拥有灵魂的太须,皆是统领在队伍的最后方,没有特殊情况,基本不会送命。 峡谷中的一万人,他们就好像被水淹没一般,几乎都很难从众多太须战士的身影中,寻找到他们的身影了。 兄弟们,杀呀,杀。 只有那声音还在响彻,不过声音越来越少。 为首的男子,也是逐渐地体力不支,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,都已经站至极限,无法再继续,其身上插满了武器。 会舞的长刀速度越来越慢,蹊跷流血。 他知晓,自己已经距离陨落一步之遥了。 在这一瞬,瞳孔开始放大,脑海中回忆自己这一生所经历的一切。 仿佛到现在,任何遗憾都可以释然了,在他的眼前,已经模糊。 手中的刀不知何时不再挥舞,口中的鲜血不断涌出。 我要死了吗? 原来死亡的感觉,还他妈有点爽啊。 在其呢喃间,忽然一道声音在其耳盼如雷乍响,几乎令其扩散的瞳孔猛地一说。 现在,你还不能死。 随着声音的响起,一颗丹药射入其口中,磅礴的生机涌入其体内,身上的武器全部震飞。 眼前出现了一道身影,他不认识,其身材修长,模样俊俏。 哼,这定然,也是死前的幻觉。 男子苦笑一声,然后摇了摇头,旋即闭上了双眼。 他认为,这都是幻觉,死亡前的片刻愉悦罢了。 随着其闭上眼睛,耳朵却听到的声音越来越清晰,惨叫声,厮杀声,还有那血肉撕裂的声音。 这一瞬,他猛地睁开了双眼。 不对,这不是幻觉。 只见眼前,有个男子背负着双手,板空当中,无数的太虚战士坠落。 数十万的太虚战士,正在以飞快的速度被抹杀。 你叫什么名字? 背对着他的身影,轻声开口。 冯修,随即只见眼前的背影抬手一挥,眼前出现一片火海。 无数的药材飞入火海当中,片刻之后,化作了一颗颗散发着浓郁丹香的丹药。 挥手成丹。 看着这一幕的冯修,眼中大放异彩。 将这些疗伤丹药分发下去,他们快不行了。 上万枚丹药悬浮在了冯修的面前,后者终于反应了过来,身上的疼痛让他清醒。 不过正在以催枯拉朽的速度恢复,原本枯竭的不朽之力,却是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肉身。 是,前辈。 冯修兴奋地快要哭了出来,急忙拿着丹药,分发给了峡谷之内上存者。 天空之上,太虚战士如雨一般,其尸体坠落而下,摔在地面,发出一道道闷响声。 数十万的太虚战士,似乎完全不是其对手。 顷刻间,就已经抹杀了大半。 大人是来自古神界吗? 冯修送完了丹药,重新回到其身旁,后者转过身来,正是刚刚进入冬域虚无的硝烟。 这颗星辰,距离小型虫洞很近,所以方才在第一时间来到此处,就下了已经寥寥无几的这些战士。 你们是这颗星辰,还是被太虚追至此处? 周遭是否还有其他太虚? 将你所知,全部告知于我。 萧妍没有理会他的问题,而是严肃地说道。 此星叫浩妙星,我是此星老祖。 如今周围的星辰已经失联,情况无法得知,这些太虚神出鬼没,没有固定的线路,出现时,便有星辰殒灭。 冯修不敢怠慢,急忙抱拳,拱手回答萧妍。 做好修整,解决完他们后,随我一同离开。 萧妍点点头,便是没有多说,目光看向了更为庞大的虚神猴。 轰隆隆。 就在这时,一道剧烈无比的声音,甚至吓了冯修一大跳方才抬头看去,那艘太虚号,竟然炸了。 是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